所以說呢,如果十個人要過來台灣的時候呢 十個人過來呢,有六個人會怎麼樣? 會死在海上,但有三個人會留下來 那一個來到台灣之後,受不了台灣的那個脹氣 那就又回去了,所以只有三個人會留下來 這說明就是當時可以選過一選的 那清朝初期的時候呢 因為清朝政府嘛,他也很怕台灣變成一個反 那個什麼,反經負民的一個,對,根據地以後 所以他其實也是有一個非常嚴格的那個渡台禁令 禁止他們過來台灣的台肯 那我們可以看到像這艘船 他的那個船尾還有兩個偷渡客 所以大部分的一些要來這裡台肯的一些居民的人 都是會用偷渡的方式,偷渡來這樣 有兩個偷渡客躲在船上 還禁令啊,也沒有抓到怎樣 就是有時候很嚴格,有時候又很寬鬆 所以還是沒辦法就是有陸續有一些鮮明 來到台灣進行台肯的動作 那我們常山過台灣呢,擺的這個圖呢 它主要就是以前的台灣府圖 台灣府就是當時清初十代的首都 也就是大概是台灣市的中西區跟人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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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非常好的一些鮮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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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 平埔族主要是一個拜湖的文化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攻線底下有湖 有沒有看到湖 它有一個檳榔對不對 它主要他們拜的是這個湖裡面的水 他們認為他們祖先就是以這樣的形式存在 所以他們是一個拜湖的文化 這裡大概提一下 這裡展示的就是南部 中部跟北部 平埔族那些 平埔族原住民的一個分布的情況 之前曾經有人說過就是 我們大部分的台灣人 它其實有非常多都有平埔族的血統 怎麼看呢 就是有一個說法就是 你看你把你的手繩出來 然後看一下你的中間皺摺的地方的前面 它如果有一條線 那你有可能就是平埔族的後代 有的有的沒有 是平埔族的那我是誰 對這個有 沒有的話就 他有他有 有的會很明顯 我沒有 像有的就很明顯 像過台灣多半都是怎樣 摟恨他 就是男性的男性 過來台灣是哪一團角 那當時呢 因為他沒有老婆啊 所以他只要取了更著名的那個平埔族的婦女 來繁衍下一團 所以才說我們有非常多的人 可以有非常多人 對 對 好 來 在台灣生活的一個平埔族 他受到漢子的衝擊的影響 他也逐漸被漢 所以呢 像是這裡我們看到一個土地公對不對 平埔族是沒有姓土地公 但是在漢人來了之後 他們也姓了土地公 然後以他們的那個 他會用一個十顆 刻出來一個土地公 對 來擊敗這樣 好 這個說明的就是 在地的那個原住民 他受到漢人 非常 漢話非常嚴重的一個 情況 好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要進入 第四個主題 叫地獄社會